記得沙漠門的朋友 大家好 又是我NASCAR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納斯卡鐵路樂性加分部 第二季第十九集的車站講解和行車片段 你們沒看錯片 這是第十九集 你看到場景一樣 我們在哪裏 不斷就站 咦 為什麼呢 因為第二季第十九集 說就叫做全立鐵裏面應該是這一季最簡單的一集 是因為它只需要延伸環水線六個車站這麼大 而這六個車站都不是轉乘站 但是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實際上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又簡單又複雜 為什麼呢 會稍後跟大家講到 這個就是納鐵第二季最後一集 難得最後一集 兩年半 但是我覺得這兩年半就有件事很特別的 第二季開始的時候 剛剛好是港鐵的西鐵線 就開始七卡變成八卡 第一抽車下來 接著到現在第二季完的時候 剛好又是同一條線 所有車卡變成八卡 即是西鐵那邊 剛剛好 都用了兩年半 大家平起平坐 我們今集就是發展這個環水線 六個新車站由北端州站開始 北端州我又不用特別跟大家介紹 因為上一集都在這個位置跟大家介紹了 都是一個靠著北面的精神 箭咀 不是我們 是箭咀而已 看著北面的 我們有六個新車站是會由北端州站開始延伸的 這六個車站分別是雅向州站 蝶加州站 全芯州站 六屆州站 月台牌站 和分歷站 所以大家看到這裡有一個終點站的位置 二號月台就寫著分歷了 其實它是一個島來的 它是一個島的名字 納鐵你們明白了 納鐵通常在西城群島裡面的站 如果它是州級 像這個北端州站一樣有一個州字的 就做站名 但是如果它是一個島級的話 就是再大一點 它是不會有一個 北匯 是不會有一個島字的 就是好像百湖站和希臨站 這兩個就是著名例子之二 不是之日 是之二 就是這個分歷 我們就不用介紹這個站 之前都說過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這個站大概是怎樣 和為什麼會這樣起發的話 那就可以看回我上一個的片段 那 我們開始了 我們就去 真是二號月台了 北上了 那實際上是 我們會是迂迴地走北上的 那大家看到這個月台吊板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就想剛剛把我這個 變成合成聲的 我沒有說粗口 是月台吊板 就是 是去分歷的 那我們當然第一個站就是雅向洲站 780米而已 不太遠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橫水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分歷 Welcome to the Inter Island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Finnick 下一站 雅向洲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Earn Island The doors were open on the left 好了 那我們又經過一些 又有側線 那為什麼會有側線呢 明明多數 環水線的風格多數都是 一個站 第二站 第二站 中間是月水道 這個有點像 津鳥州去滴水州 中間有一些 分支 那為什麼呢 那是不是跟 雅向洲站有關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看到了 不過 在小地圖上面 都答了大家 請小心列車 越來越台間之空 為什麼會超過兩個月台呢 你看到這裡有三個 那雅向洲站 有多少個月台呢 是不是有三個月台呢 其實相信呢 我也覺得不少觀眾和乘客都應該知道 這裏是不止的 雅向洲站呢 其實是一個 環水線的單線中途站 那理應應該只有兩個月台 但是這裏不是有兩個月台 不是有三個月台 是有 五個月台的 咦 我們剛剛略了下層 這裏五個月台的 五號月台 往分力 是不是答到的呢 但是我稍後再跟大家說一下這件事 為什麼這裏會有五個月台 有五個月台這麼多的呢 那 這五個月台的分佈大概是怎樣的呢 我現在就逐一跟大家看一下 我們由下而上開始看 就是bottom up bottom up policy 那如果你看到這裏 Y軸等於10 這裏真的很深 好像日式洲站 不過沒有敵水洲站 那麼深 愛德華洲 那些就這麼深 為什麼會這麼深 為什麼會這麼深 我們又不是好像日式洲站 那樣要跟島主配合 這個不是的 這個跟島主五個關係不是太大 這個是跟納鐵有關的 為什麼會這麼深 四號月台 和五號月台 對面四號 四號月台 是往外德華洲檢查站的 那我現在都跟大家 正間 因為 這裏很難去到四號月台 要先上去很高的地方 OK 那四號和五號月台 都好像平時的環水線 那樣 五號就繼續上行 四號就下行 那你先上一層 這裏 就有三個月台 你見到這裏有一對側式 對面 其實就說這裏是側式 其實對面是一個分離島式 那對面你見到一號 是往外德華洲的 那很清楚 那裏 那2號也是往外德華洲 那就是 三個月台往外德華洲 是 沒錯 你有沒有聽錯 這裏是有三個月台去往外德華洲 而這裏有兩個月台是往分離的 那五個 哇 很多人在想為什麼 喂 很浪費啊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月台呢 這裏的指示板都放到 差不多 一二四往外德華洲 嘩 就是 你看時間表都看死人 日本都可能沒有那麼 日本都沒有那麼瘋狂 你們三個月台 對了 是有一個原因的 而我呢 也都會在這個片段裏面回答你們的 看來呢 我應該有一個地方放錯了 啊 每次 每天都見到的 謝謝 OK 哈哈 應該是日食咒 為什麼要放錯版呢 蛤 誰負責放版呢 蛤 對了 不要緊 放回答了 對了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因為 如果你看到 一號月台 往外德華洲 二號月台 其實這三個月台真的可以用的 真的可以去到外德華洲 但是 一號月台 擺明放到這麼遠 其實它是嫌疑最大的 我聽過有些乘客說 其實二號月台嫌疑大 或者四號月台嫌疑都很大 應該一二四不是一二三 對了 其實一號月台 是嫌疑最大 今天它去外德華洲 將來它會不會去外德華洲 我真的不知道 哈哈 對了 而呢 四號和五號月台呢 是給短途車用的 即是如果以現實設計來說 是給短途車停泊的 還有 在那裏做終點站的 對了 一邊就往分力 一邊就往外德華洲 這樣 那雅向洲就有一個很特殊的狀況在這裏 是因為有一號月台的關係 哈哈 對了 那這裏就是 那裏四號和五號月台 掛得最深 那一族 那這裏是二十 那這裏是三十四十五十 是不是應該有呢 那我現在就告訴你 咦 出口了 我們上去 對了 他們跟回出口指示牌 有很多指示牌的 要放得多 那又有指示牌 你真的不會 真的不會 狼失落的 對了 這裏是Y等於三十 即是第三層 由最底數上第三層 這裏是 叫做後車大堂 我叫他做 即是大家可能有些位置坐下 或者在這裏站下 就不用這麼快 下到月台 跟人家擠擠 因為月台都多 因為月台多 那大家就要選定月台 那我們有時候選月台之前 我們就在這個位置 留連一會 對了 在納鐵那裏應該沒有油檔罪的 應該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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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對了 這樣的話 那就 那些乘客 至少是 有個空間讓你先走 不用這麼快到月台 一走錯又走上來 是啊 因為下層月台又走上來 才去到上層月台 是啊 Y等於二十那個位置 上層月台來的 好了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層 那這裏當然 單向的通道 大家靠左行 也是指示板去指導的 有升降機 還有樓梯 那我們走樓梯 健康一點嘛 OK 那我們就上大堂了 30 現在上到40 咦 未到大堂 咦 再有得上啊 哇 那看來這個大堂都不 挺高厚的位置 挺淺層 對了 這裏就是雅向洲站的大堂了 那為什麼要隔兩層呢 是因為近地面 是因為我也是想近地面 對了 那這裏有車浸控制室 看來就 喔 先關門 不過現在都沒有人 對了 對了 這裏就是車浸控制室 當然是 有疊加州 當然是去到北端州 還有大家什麼都看不到 對了 那 五個月台都能控制了 有開門 三門 納鐵唯一一件事做得差的就是 他做不到隔音 對了 月台的聲音他大堂聽到 不過沒關係 那你大堂聽到 那你至少聽到道站廣播 是往什麼列車即將到達 請先讓車上乘客下車 對了 那對面有洗手間 洗手間放夠位置都非常配合公式 就是樂醒加咖啡對面 那當然有男士女士 那我男士 我當然去男士 男士 指許賺過錢的人內盡 people who have earned money only 喔 我有賺錢的 所以我入北 我去廁所 對了 但是啞響州集 不止這麼少 對了 我們有CD出口 待會再看CD出口怎麼去 要拿一層樓梯 那我們去看看AB出口先 多謝成達納鐵 歡迎光臨納鐵 聽上去好像怪怪的 但實際上真的這麼說 啊 我們A出口近一點點 對了 那這個就是啞響州站 啞響州站 所有出口都是升降機來的 有些是兩部升降機 有些是一部 那這個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裡應該是六部 即是四個出口隔六部 那這個就是A出口 那當然是賭主親自向我 誒 那些出口應該放在哪裏 那我當然是會配合賭主的要求去做 對了 這個是啞響州站 沒有用錯字體啊 對了 不是這個A出口 當然還有BCD 但是因為啞響州站都不是小 即是南北的延伸不小 所以呢 這個站的CD出口呢 是有不同的 是比以往 那發生什麼事呢 CD出口 其實是要搭一個 另外一條鐵路的 也是納鐵的 是納鐵之一 就是一個叫做 站內鐵路 即是站裡面有有站 即是一個車站裡面 已經有兩個站 即是其實呢 香港就沒有 即是 沒有同一樣東西的 但是有接近的概念 就是如果你們去過這個 赤立國的機場呢 那 如果你搭過飛機 也都試過去一些遠一點的閘口 他會叫你搭這個叫做 摺運的 他裡面叫做 摺運的 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一個建築物裡面 或者一個設施裡面 有兩個自己裡面也都會設站的 這個就是這樣的概念 因為啞響州站 由AB出口 即AB這邊的大唐 和月台 去CD那邊的結構 出口那邊 是相當 都不是近的 即是有時候叫大家走路呢 都不是說 即是這麼方便 所以呢 我就專程 也不是叫專程的 即是我也要 我也認為是的 是要在島的南面 即是這裡向南 島的南面呢 去 整多 兩個裡面的站 去運輸乘客的 對了 那這裡呢 是用了通域的 是叫做通域 對了 少少通域的風格去建 那當然要用通域的方法啦 OK 對了 我們先打一搭 向南走的 但是隧道那方面呢 是跟滿身的NL是沒有分別的 一樣的 對了 那這裡就由島的北面去島的南面 我是不是應該要放一些紅石火把 即是我自己的頭 會有一點點燈在那裡 不過我都不用了 我都不用了 那這裡很快的 因為 即是 這些 你有時候整行人道呢 那些出口 就算去到幾百米遠呢 你走得很久的 但是 你一整這些 站內運輸 就很快的 對了 那這個就是另一個站 就叫做 雅向洲南面大堂 對了 其實它自己裡面的站 也有名字的 對了 這個是另一個大堂 小一點的 就會去到另外一些出口 OK 對了 這裡有CD出口 那我給大家看看 C出口是怎樣 即是島的南面 對了 其實如果你看到 這裡有島的南面 那可能有人會說 喂 你看到島的北面和南面 是有一條河的 那實際上應該是兩個島來的 那我認為不是的 因為當初呢 當 就是 當這個地方命名的時候 我們是看大陸架的 大陸架 就是 當那個地形呢 生到海的時候 有時候都做得很淺層的 那就是好像這些河流那樣 是非常之淺層的位置 那就可能只是 叫做 Numbered Up進去 那我就不算是一個海來的 那我這裡就會當是兩個 就是當是一個島 這樣 對了 那這裡就是 去雅向洲的PTI Public Transport Public Transport Interchange 對了 那那個就是 交通 公共運輸交會署的那個位置 對了 這個出口就是那裡 OK 對了 那艾向洲站大致是這樣 其實它真的非常之不簡單 因為它的層數 還有它自己裡面 站中有站 是真的納鐵是首建的 通圍那個 通圍那個 是其中一個例子 但是 駱城加國大都會總站 是不算的 因為那個沙捷來的 是一站外面的 這是一站裡面的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 回到橫水線這邊了 因為這裡不是橫水線 這是另一條鐵路 對了 AB出口列車 1號月台 對了 這裡面也會有1號和2號月台 這個也應該要的 對了 OK 我們就會去北面大堂及月台 回到那裡 然後我們就會繼續搭橫水線 對了 這個情況 這個時候就 過回去北面 轉一轉個彎 就回到我了 OK 前面有光 對了 不過這裡沒有廣播的 那就自己收拾吧 不過其實 其實以前沒有廣播 都是一樣都搭到車的 有廣播就叫做多點聽聽 對了 剛剛這個站就叫做 啞向洲北面大堂及月台 哈哈 這個名字很長 不過這些都是 標示式的 站內的車站 站內鐵路 當然是要 不可以這麼抽獎 要具體一點點 對了 那我們就回到月台 剛剛說過我們試用5號月台 因為 我們剛才說3號月台 當然一定可以 那我們試用5號 分... 0 我們可以 華洲要向前分力 不過這裡也可以 升降機 對 好 那我們下層 下層 OK 我們到了 旁邊 夠了 我們下一個站 就是去疊加州 那個疊字 通常大家都是寫3個田 這裡是3個右 這個是二體字 不過我相信 雖然大家都分到 但是我鼓勵同學 如果在讀書的同學 尤其是中文那些 是... 不... 盡量寫3個田 那一個 否則我有一陣子 我不想老師誤會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橫水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分離 Welcome to the inter island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Finnick 下一站 蝶加州 Next station Stack Island 在納鐵呢 由北端州站 去分離站 即是隔離分離站 那六個站 我是掙扎了很久的 不是掙扎它起不起 我是掙扎它怎麼起 因為那些島 那六個島 基本上除了分離之外 其他島都有發展 即是已經有樓 有其他東西 那當然有其他鐵路 都會經過那裏 那NR都是遲加入的 那當然遲加入有個不著數 就是它地底空間 已經是沒什麼的了 所以 對了 我們剛剛現在就和 3號月台那個會合 那個老鬼 對了 那說回來 這裡我們去蝶加州這裡 是很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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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站穿著 是很困難的 是很困難的 我不會放棄的 因為所有問題一定是有解決方法的 那當然是最後都解決到 那我當然啦 我遲來 是要張就一下的 那我當然一定會張就啦 就是 我 就會在島的 我開個地圖給大家看 我就在島的東北面 我會在島的東北面那裏 就建一個站出來的 就是在 當然是他地底啦 就建這個站 那當然啦 你看到這裡的 月台呢 就不是 這個 搭質式月台的 做不到 因為 因為30 就是你看到Y軸30 下面其實是有其他東西的 就不是納鐵利的 是其他東西來的 那所以呢 就要做這個分離島式啦 有一點點像揚州的 不過這個就沒有揚州站那個那麼 闊咯 揚州那個就很多位啦 那個就 這裡就沒有什麼位 所以就一定要 呵呵 對啦 弄窄一點點 不過都不要緊的 對啦 因為大家都等到車啊 這裡都 就是還是不會低過 就是納鐵所定的標準 對啦 那這個就是 蝶加州站 蝶加州呢 就主要是 你看下去了 橙的色的 好橙的 就橙白色的 石櫻磚 橙色釀磨 橙色的 混凝土造 呃 材質 就是那個 牆子呢 有一點點像是 對啦 那你說2號月台就 1號2號月台就 同一層啦 那這層是什麼來的 這一層呢 其實是 一個 又是類似 後車的走廊 什麼叫後車呢 就是 因為呢 大堂呢 大堂和月台呢 中間的位置 中間是比較 中間比較多 就是都比較深 就是月台的位置 其實都 大堂都在50個位 那中間就騰了一騰出來 那我就這樣想了 就是我就 因為大堂去月台呢 大堂下去 去月台那個位呢 只有兩條樓梯和一部升降機 啊 兩部升降機 而 這個 呃 月台上回來呢 反而是有三條樓梯的 那所以我中間呢 就弄了一個 走廊 那這個走廊呢 就可以把這三條樓梯 匯合成兩條 這樣上去 那大家走到這一邊 上去大堂看一看 對啦 大堂就 嘩 對啦 蝶加州其實我想著呢 有什麼可以做的方法 可以做一些類似層層蝶的東西 我暫時還沒想到 不過不要緊 就是例如這些石英磚 來蝶著 搭著那些玻璃 那些螢光石 搭著那些石英磚 不過這個其實各個站都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對啦 那就是這些都是 就是盡量去 就是盡量去設計 這樣 對啦 那當然啦 蝶加州站的設施 除了樂盛加咖啡之外 都一應俱全 就是當然有這個礦車令咀柱 有洗手間 洗手間 藍廁和女廁分開了 在那裡 就是遠一點 中間有車窗的製室 還有一些基本車窗設施 對啦 有垃圾桶 然後就剩下垃圾桶 其實就是要回收 對啦 整個車窗的顏色的主調都是用橙色的 對啦 那我這裡就不會特別放太多的花紋上去 那有些簡單一點的感覺 因為我也想給大家感到一個搭著的感覺 因為如果中間有太多花紋的東西的話 那我會被其他人搶了 對啦 上來這個蝶加州 那當然啦 蝶加州站的出口 也是 個 當地的人跟我說 說出口要放在哪裏 那一共是會有 三個出口的 OK 這個就是蝶加州站 那我們接下來呢 下一個站呢 就是會去 這個 全心州 差點不記得了 因為那些站起得很快 是 因為這一集呢 都算是第二季裡面呢 發展得數一數而快 是只有一個星期時間 一個星期加日 就起了所有站 是 因為最後那部分 這個我會稍後再講 最後那部分呢 是突然間呢 是加速的 發展速度 是 對啦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 去二號月台 搭車去全心州 那去全心州呢 都不太遠的 大概都是只有 八百多米 九百米 對啦 接近九百米啦 好 我們來搭車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入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橫水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分歷 Welcome to the Inter Island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Finnick 下一站 全心州 Next Station Holhart Island Holhart Island Holhart Island 本身這個島呢 嘩 不密的 我先看一看 對啦 好久都沒做了 這件事 對啦 那我們接下來去全心州 說得來都到了 不過沒關係 就是 這個島就 反而對於我來說 就不是說太過有困難 而且 終於有一個站呢 用回經典的環水式的月台 就是152米的搭質式月台 但是 一樣一樣不同的 就是 這個站 就是 是很紅 這個站是 怎麼這麼好呢 對了 是首次 我記得 如果我沒有記 我當我沒有記錯 因為納鐵現在的站數都不少 我都怕我記 我怕我忘記 就是 但是呢 首先是用這個 紅沙 紅沙和沙磚去 去砌 這個站 當然啦 雖然你叫紅沙 但是都叫橙 但是其實 整個島的主題 其實都想配合 島主的要求 是用紅色做主題的 所以這裡一定是 不忘有紅色的 對了 還有我想跟 疊加州站 有少少分別的地方 就是 它是橙一點的 對了 除了月台地板 應該說 納鐵的地板 是白色之外 其他的地方我都是會用回 紅沙磚去砌 那叫做 納鐵有多款的建築材料 就是會用多款建築材料 對了 當然有其他選擇 那今天就用這個 那全深州站 全深州站呢 就會開始用回這個 真的正式 正正式式用回環水線的 它固有 它固有的 固有特色 就是它的先天人潮管制的通道設計 對了 那就是出口通道和 這個入口通道呢 是不同的 是兩條通道來的 那大家要看回指示牌 去 去 十三樓 那當然啦 升降機的雙響 那我們當然要走一下樓梯看看 當然啦 那些人潮管制的樓梯呢 是會包括去不同的月台的 那就是例如我們出 就是走出口這邊的話呢 當然可以去到一號月台啦 就是這樣我們上去 上去 一號月台都可以在這裏出 而當然啦 你想去出口的話 就可以繼續 繼續去啦 那如果由一號月台 想到二號月台掉頭的話 就是乘客掉頭啦 那你就可以呢 就走這個 下的方向的 對啦 就是剛剛這個方向 下的方向去走的 當然啦 盡量不要上啦 就是沒有說不讓你上 就是說 我不是這樣設計讓你上啦 那你當然可以上啦 這是 就是你們走到 有腳的嘛 對啦 那那個就是兩個 環水線的月台 我們就來到大堂先 全森州站的大堂呢 就都是用一個很簡單的設計 就當然啦 車站設施 又是一應俱全 又是沒有成家咖啡之外啦 當然啦 如果這樣算的話 押響州站有咖啡 也有個原因的 因為將來他的設計 是不止的 這麼簡單的嘛 對啦 那車站和製室 又是放在兩部升降機的後面 對啦 那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這陣子這麼喜歡 將這些升降機放在一起 那也好的 因為 對啦 將這些升降機放在一起 那有需要的人 就去了那邊 同一邊 對啦 那通道當然啦 一邊就往列車 另一邊就不准進啦 就是叫做不要進啦 因為 對啦 就是不想你這樣做 當然雜機就跟回啦 這裏出來的話 雜機是對外的 那邊是對內的 對啦 那我們這裏都有三個出口 我們都和大家先走一下 對啦 那全森州站呢 是有兩個升降機出口 一個樓梯出口的 AB出口呢 就是升降機 而C出口就是樓梯 不過樓梯這個出口呢 是真的很不簡單的 是 因為我很於回曲折的 因為他那個 賭主跟我說的那個選子呢 跟我大堂那個位置呢 有一點衝突 但不要緊要 是怎樣都有解決方法的 所以我就 都最後都起了出來 那我大家走一下C出口啦 對啦 首先上一上樓梯 因為再上 對啦 再去再去 對啦 這個出口是軟弓蝦米的 這個出口是 還有 現在到了 這個就是全森州站的C出口 那個樓梯 基本上這條樓梯是很 真的很曲折 對啦 這個就是全森州那邊的出口 那當然啦 另一個出口就是升降機 如果沒記錯 這個是A出口 對啦 告訴他A出口近鏡告訴我 那B出口呢 就在島的另外一邊 對啦 北面一點點啦 對啦 我們走過去 下回去 我們就會去六介州啦 下一個是 我們終於看完一些 暖色系的東西 終於可以看一些冷色系的東西 對啦 當然啦 紅橙黃是屬於暖色系 綠藍就用冷 對啦 當然啦 蝶加和全森用了暖 好 那我們現在就過去 對啦 這是B2出口的 那就是兩個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會落回去 二號月台 那繼續搭過去 六介州站 啊 跑 啊 還沒跟你們說 廁所是放在大堂的東邊的 哈哈 對啦 在閘外面 這個是在 那就是這裏夠方便 就是你這裏一入閘 就立即有烈車 這塊牌可以搭過去 我們就二號月台 不是一號 我們再深一點 好啦 我們到了 我們過回中間啦 你放心吧 這些天花板不會掉下來的 也不會漏水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 對了 OK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入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橫水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分力 Welcome to the Inter Island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Finnick 下一站 六介州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Grancis Island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那當然過去六介州之前 有件事要補充 就是全新州站的英文 Whole Heart Island Whole Heart這兩個字是兩個英文字 但是納鐵就 其實 Whole Heart Island的字面的長度 是不符合納鐵的標準 就是一行是打不完的 所以沒辦法 我要將這兩個英文字合而為一 變成Whole Heart這個字 就一個字變成 發音沒有變 這個就是FI 給大家知道的 對 現在就 由全新州到六介州 其實距離相當遠 其實它寫著三千米 當然嚇你們的 表現有三千米 這麼厲害 但是這裡 看見都閃閃閃全新州 然後六介州在這邊 對 這兩個島 因為納鐵要北上 在六介州之後 即情是要北上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要是在 全新州要向西南 先向西南 走 再繞上西北 再向北 又是一個問號彎 好像愛德華州去二火州 這樣 這裡的車速也是相對快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裡是走一百公里的 三公里的隧道 走一百公里 應該都在兩分鐘都到的了 我算過時應該兩分鐘是到的 那都不會特別耐 那都對大家來說 都不會特別大損失的 其實因為現在說說 下二的北上了 即是都已經北上了 很快到的 我們都減速 OK 減回到一個正常速度之後 你看到月台了 對啦 其實都不是說很耐 請小心列車越月台間之空規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那這個就是六介州站 啊 好綠色 好啦 又有人玩了 鐵大白象 為什麼 綠寶石磚 哇 綠寶石磚 你真的 那些錢不就是多到這麼用 是長子來的 就是這些材質來的 長子來的 大家就是不用那麼介懷的 那就是 對了 那這個就是六介州站的月台 那也是用回那個 嗯 搭質式的月台 就是倒序車站的月台 其實我們距離的終點站已經很近了 只剩下兩個站而已 就是月台排和分離 那六介州的大同又是怎樣呢 好了 那我們又是要找出口 其實這裡是這樣寫的 其實如果你看到這塊牌呢 你可以這麼理解的 就是如果有人看不明白的話 就是左邊和右邊都可以去到出口 但是右邊是升降機 左邊就是和升降機 這樣 對 那就是這個其實是我這邊的標識系統的演算法 對 那我們就跟回 沒有升降機那邊 然後出回去 那 當然這裡可以去到外德華州那邊 因為會經過上層月台 OK 那現在就會上到大堂這裡 那大堂這裡呢 六介州呢 真的我 就是用那些 就是設計 對 大堂呢 就不是說特別大 但是我就想用 一點點綠寶石 因為這裡用了綠寶石磚 所以不爭 再繼續用它 用綠寶石的形狀呢 去弄兩個 花袍出來的 有樹 簡直是 不是只有花 有樹 當然這裡留下會高一點點 這樣 有些 綠化的感覺 大家都看到綠色 對眼都好一點 清新一點 空氣都清新一點 對 對 有光合狀的 對 當然 這裡都會有齊些車站設施 就會有 對 基本車站設施也有 進階也有 就是有車站不用塞 但是這裡放洗手間 這樣就有點不容易了 所以呢 細手間這裡 我就會 伸進去 就是有個通道 伸進來這裡 做一個新的間隔 這樣 男廁跟女廁 然後那些人可能會說 喂 為什麼 男廁會放得近大堂 女廁會放得遠大堂 什麼 歧視女性 不是 我反而再遷就女性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既然我個人的經歷 女士去洗手間 男士去洗手間 我經常都見到 女士去洗手間 都排隊的 就是多數商場那些 就是排隊的 那為什麼要把女士放在裡面 因為 男廁少排隊 你可以直接進去 女廁排隊 你可以有 只要放在裡面的話 你可以有空間去繼續排 例如這裡 排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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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排出去 沒那麼快排出大堂 如果女廁放在近大堂的話 如果要繞詐餅會阻妊你嚇了男廁的人 如果你不能繞詐餅的話 就較排排排排 當然對於雙邊 也沒有好處 所以我把女廁放在裡面 做出最大的效益 就是等廁所的人 不是等廁所的人 兩邊一起的效益 對 根據公 Marly主義 這樣就比較好 為什麼突然會提到哲學一些呢 好 不說哲學了 那我們 chodzi講説結構 當然啦 這裡 通道 這裡是這樣 因為剛剛我由下面上來的通道 還有接下來下列車那邊的通道 靠右走的 所以當然在雜誌這邊都是會靠右的 那這裡的出口就是一眼看完的 ABC那樣 我們都出其中一個出口看看 其實這裡的出口就是 雖然是沒有特別指明是我要去哪裡蓋出口 但是我就會找一些最適合的位置去蓋 也都最不影響島的發展去蓋 所以這處就是這樣放 不過這裡的行人路就窄一點點 不過不要緊 就好像港島的地區而已 就是那些行人路都沒有一米半這樣 可能大家要看那個站 那個時候我高頭 需要我高頭我看清楚這樣 那這裡就是出口 就是六介洲站的出口 那當然啦 六介洲站就大概這樣一款啦 我們就走右邊的雜誌進去站和月台那裡 然後我們就會去全立鐵 我講的是全立鐵有史以來最瘋狂的那兩個車站 就是月台排站和分力站 為什麼他們兩個瘋狂 為什麼我夠膽說他們計算通域和駱勝街兩邊合起來 為什麼也是他最瘋狂呢 是因為 那鐵曾經最瘋狂是24小時起一個站 就是連續這樣起呢 但是這個不同 月台排站和分力站 如果你們有看專業的話 你們是會知道月台排站和分力站是同一天開始興建 也是同一天落城 我講的真是落城啊 雖然不是計算是博露改地 是這兩個站的同時平頂 是同一天啊 24小時之內起好這兩個站 由零開始啊 不是說月台排我今天起完就起分力 這兩個站不單是同一時間落城 他們真是一起起的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月台排和分力是同時存在 就是同時不存在又同時存在 就不是說我用了12個小時起月台排 然後12個小時去分力 不是 是同時起的這兩個站 這個是真是很大的挑戰 現在你就給大家看一下這兩個站究竟是怎樣 怎樣可以 這兩個站的瘋狂是可以埋到第二季第十九集的尾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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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車即將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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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車即將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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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分力 Welcome to the Inter Island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Finnick 下一站 月台排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Platform Isl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月台排站 是納鐵第一個在排級島最起的站 當然有人會說 喂 你不是說過排級不准起鐵路的嗎 是 島主員不給你開 是的 島主員不給你開 沒有說我不給你開 其實我一直這樣寫的 但是 當年 即是當時我這樣寫 我也沒有願自己會去開 因為那時連西城群島的北面島嶼都還沒發現 是真的沒發現的 當然是沒有空的計劃 但是這個島呢 其實呢 我可能是有少少改錯名的 這個可能應該要叫月台周 因為他實在不小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他跟全心洲差不多大 他跟全心洲其實差不多大 但是 即是最後他叫牌 那當然啦 因為都改了名都一段時間 所以我都不打算再改了 那就是叫月台牌 那當然 旁邊有個叫月段牌 對啦 月段牌就另一條鐵路經過 那我就不經過那裏 我就是來月台牌 那當然啦 是不經過那裏 也是因為六屆島的那個站 跟他 承一直線 承一直線而已 對了 剛剛你看到是沒有轉彎位的 但是也有八百米的 還有有沒有留意一個東西 你看下去這裏的風格 喂 六屆島站來的 那你不喜歡嗎 那轉頭看 嘩 為什麼會是另一隻色的 這個呢 也有一個估計 是因為我說過 月台牌站和分力站是同時間興建的 而月台牌站的島主 這裏說是有一點點 就是比較 不是說特別有主意去說要什麼風格 所以呢 納鐵都見到這樣了 這個又是全納鐵唯一一個 就是整條線唯一一個 就是叫做排級島嶼 叫做排級島嶼 去建的站 那我就決定 這個站沒有自己風格 沒有自己風格 好像作咒一樣 沒有自己風格 那唯有怎樣呢 用兩個站的風格 另外兩個站的風格 這兩個站的風格 這裏就是六介洲站 南面的月台 南面一半就是六介洲 北面那一半 這裏 都告訴你了 分力站來的 分力站的風格 待會你會去到那個站 你會明白的 當然 這個月台牌都分了兩半 那南面 就有南面大堂 北面有北面大堂 兩邊大堂各有兩個出口 那南面和北面其中的出口 是有兩個分支 全部都是升降機 這次是沒有樓梯的 因為我都不想太浪費 那我們逐個大堂和你看 我們先看南面大堂 那這裏其實是和六介洲站 基本上沒有分別的 那我們上了上程月台 再上去 又跟出口指示牌 那這裏呢 就是月台排站的 北面大堂 不是 南面大堂的樣子 是和六介洲就沒有什麼分別的 是基本上一樣樣子的 但是當然啦 有花袍 就只有兩個變回只有一個 那我就決定 車站控制室都放這裏 那因為車站控制室呢 我就不想兩邊放 所以我也決定 就算在南面放呢 就 都會配合一點點 北面的分力站的風格上去 就是小小啦 一幅牆那麼大把 那當然你見到這裏 天花板這裏 都是用了六介洲站 和牆壁 用了六介洲站的一些風格 當然不是完全一樣 是 不是完全一樣 但是是一個變化來的 那這裏就有兩個出口 不過兩個出口 就不同 就是不同大家看了 對 因為時間都不會特別多 當然這裏都是有這個人潮管制的 請勿進入 我們就不是走這裏 正話那裏上去的 那列車就在這裏 我想我應該多加一些牌 對了 那我們就看完南面大堂 那我們就去北面大堂去看 我們先去二號月台 都要當是 喔 OK 對了 對了 這個站是沒有一個 叫做所謂的 後車通道的 就是 大部分的島嶼車站 就在月台的後面有條通道 會有另外一條的 橫向 兩者跟月台平衡的通道去 去連接樓梯啊 才降機啊 這些很多東西 但這裏沒有的 對了 因為這個島 都不是說真的好大 空間不是說 四四方方給我去建的 要就著建的 所以它是沒有的 但它有兩個大堂 那起碼都OK的 對了 那北面大堂呢 我們會用紅色和黑色的混園圖去建 但這裏的樓梯呢 是真的沒有什麼位 所以我就決定呢 這裏我會用 意大利粉 意粉式樓梯去建的 對了 這裏叫意粉式樓梯呢 就是這裏的樓梯呢 就是你看不完 如果你用透視 就是用透視看呢 你會看到這裏的樓梯 是全部都是繳繳繳繳的 當然啦 我去建的時候 我會量了位子 不會有影響的 對了 那這裏就上回去 這裏下面下層月台 上回上層月台這一邊 再上去大堂 對了 那看下去沒什麼啊 樓梯這樣 待會你下去下層 就是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什麼事了 對了 這裏就是北面大堂 是有另一個 完全另一個風格的大堂來的 是用分力站的風格去建的 那這邊大堂就有另外一組的設施 就是基本和進階 不過進階這邊就放了洗手間 亦都好像和六介洲站一樣 亦都是用一個 特別刮進去一個新的間隔那裏 當然同樣道理 女次放裡面 亦都可以等多些人 這裏讓我都可以站到沙拉蘭的 不少的 對了 這裏當然站內 就是站間傳送 站間傳送給我用的 多數都 當然有些乘客都會用 這樣就 當然會用 對了 放了法律牌 這邊是旺分力 那邊是旺六介洲 方便大家 對了 剛剛那裏 又是 又有升降機 前面 升降機這裏 給大家看一看 升降機大概是怎樣 OK 我忘記加箭咀 啊 不如給大家看箭咀怎麼放 這樣的話會 正好多 OK 左箭咀 右箭咀 這些多數都是重用重用再重用 對了 大家 大家有眼福了 可以看到 直接用第一身的角度去看 我放箭咀 其實都放完 OK 搞定 做回adventure mode 這裡就是升降機 大家都發現到不少 一些弄漏了的地方 可能真的太趕時間了 搞到 對了 這邊 這邊樓梯就是落列車的 現在就落回去那裏 2號月台去搭這個環水線 啊 不如其實我只是給這個 旁觀者模式 就是ghost mode 去給大家看看 為什麼這裏的樓梯 會是 叫做意大利粉色 對了 你看到這樓梯 是非常之 對了 是比較 翹翹翹的 這裡還有 OK 那我們就去回 這裏 2號 對 那裏就回到外德華州 那裏下2號 黃昏力 只剩一個站 而這個站 的月台 是用204米的 即是如果大家 都 如果看慣了204米 和152米的分別的話 你應該都不難 不難擦角的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入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橫水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 是分力 Welcome to the inter-island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Finnick 下一站 分力 下一站 分力 下一站 Finnick 好了 分力除了是 整個第二季最尾的車站之外 它亦都是和橫水線 它是最不符合橫水線的風格 這個站 是不是因為它是個島島 不是 有其他站都是西城群島的位置 就是剛剛講過的百湖熙林 分力 這個是橫水線的尾站 多謝乘搭納鐵 Finnick end of the inter-island line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on and out 現在又上回去 等一下 上去? 過了30了 那到底想怎樣 不是 不是上回地面 我說過橫水線是不會上地面的 但是我不會說上地面 但是我會說這個站 不同風格的地方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這個是什麼風格 這個是第幾類車站 你們現在記不記得 好久沒見他了 好久沒見他了 請先讓乘客下車 這個 就是傳說中的 偽地面 整個橫水線第一個偽地面車站 分力站 也是整個洛勝嘉西邊第一個偽地面 對 洛勝嘉西邊是沒有偽地面的 以前是沒有 現在又有一個了 就在這裡 就是第二季最後的站 我原本打算弄浮台的 但是 喂 地底怎麼弄浮台 不是做不到 但是我不想這樣做字 不想這樣做字 對 我有這個想法 但是沒有 偽地面先 就是 玩這些東西 一下子沒有玩到這麼盡 玩到這麼盡 就沒有人的 之後那些東西 我們慢慢來 全部漸進 這裡就是偽地面車站 其餘那些就是 袁生湖 港崖 鑑沙灣 上下陸 周公治河 那些 好像都說完了 對 那些 這個也是偽地面車站 也是 環水線的終點站 分力島上面的站 就是叫分力 通常都不會加個島字 除此之外 這兩個月台都是往同一個方向 就不是說一個是會趕人下車 兩邊都可以回到外德華州 我們稍後就試一下 一號月台回去 當然 偽地面車站 這裡是近地月台 就算是地底 近地月台 大堂應該是在地面 沒錯 它真是一個地面 還有一個地面建築物 是一個很光猛的大堂 很採取自然光 除此之外 有很多車站設施 也是一應俱全 包括 這次真的包括樂成家咖啡 樂成家咖啡 最近轉了供應商 記住 我想麵包和蘋果 應該都要改改供應商 因為烤雞肉 應該是會 這裡賣廣告 這裡廣告時段 就是烤雞肉 是由沙發炸雞呈現的 而薯仔 是由木星食品呈現的焗薯 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樂成家咖啡支持他們 納鐵也支持他們 現在看看你們看不看不看 其實挺好吃的 不過我不吃得 我不吃得 尤其是炸雞我不吃得 一人說我不吃得 這裡有洗手間 因為那些樂成家咖啡 在對面 說旁邊 怎麼都要加洗手間 因為飲完東西 萬一出事 那便可以立即解決到 對了 這個就是車道不細塞 當然要有那些月台 閘門 黃水扇第一隊閘門 還有出口 因為這裡的出口 就在那邊 就是對面那裡的出口 只有兩個出口 不用分AB的 我只分出口 出口就是出口 我這裡就要標籤它的南面和北面 這裡分力 可以下月台牌 等等 另外一邊有些什麼 看什麼看 OK 好困難 不看 這個就是分力站 亦都是廟起的站 就是跟月台爬在一起 廟起出來的站 當然 我有一點點參考 其實這個站的外表 有一點點參考到 這個香港文化中心 其實是它外面的斜柱 就是這些位置 看過去 不過它就是文化中心的斜柱 就是粉粉色的 還有它是密一點的 就像這個梳一點 不過都是這樣斜柱 這樣 這個 就是分力站的 整體的車站的樣子 那我們就搭回車 回到月台牌站 也都 我們去為這個 第二季的發展 埋尾 對了 還有這個站 204米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9 voiced 1 2 3 3 PIE NEXT STATION PLATFORM AISLE 跟著我們就離開分歷島 落回去海底 不過我們去上層月台 所以我們就不會落得這麼深置 Y還是24 都足夠了 在這個海床的下面 但是我記得有一個位置 不記得是不是咬向周那邊 還是全森周那邊 反而是 那裡的海床是再低一點 搞到我要做一點點回填的方式 去填平它 要不然會漏水這個隧道 好 我們上回去月台了 很快到 請小心列車越月台間之空規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Welcome back to platform our station This is the end of season 2 好啦 我們就落車了 Alight 先關門 對啦 這個就是 第二季第十九集的 等等 這裡是落分歷的 我們先上大堂 對啦 這個就是 第二季第十九集的發展 就是有六個新的環水線的車站 就是由北端洲站開始 雅向周 蝶加周 全森周 六屆周 六屆周 月台排和分歷的 亦都是破了納鐵發展的速度 就是我講的是分歷和月台排這兩個站 至少是 就是打破了屏東和 平東和平西這兩個站的速度 真的 這個真的快一點 對啦 這個也是第二季最尾的一集 對啦 因為一季是十九集 為什麼一季會十九集 為甚麼一季會十九集 找個質素 還是禁鬼死養出去的質素 是因為這個數字 是向 傳送門那隻遊戲致敬的 傳送門一套的測試室是有十九個的 我是用了這個 來做致敬的對象 所以 我會堅持一季是有十九集的 第一季是這樣 第二季是這樣 第三季愚無意外都是這樣的 我不會改的 對啦 對啦 那就多謝大家 這麼久以來支持 納斯加鐵羅 樂聖加分部的所有發展 由2015年開始也好 2016年開始也好 還是去年或者今年或者今天開始支持也好 我也是非常之多謝你們的 對啦 在未來的日子 我們會有第三季 也都可能會繼續發展 納鐵在樂聖加分部裡面的發展 例如 可能會有些更加大人的建設 可能會有些更加 新的事物 因為 我對於 在樂聖加納鐵裡面 我也是 仍然是有很多新的想法 是未出現的 還有 大家都知道 納鐵是一定有繼續發展的 你看到 第十一號線和十二號線是未出現的 為什麼我們會由這個Fox線 會直接跳去Kilo線的呢 中間有這麼多英文事務 為什麼不用呢 中間是有很多東西是未出現的 會在未來的日子 在未來的年份 是會和大家一一揭曉他們的神秘面紗的 我是NASKA 請大家多多支持納斯卡鐵路啦 這個是第二季 這是最後一集的車站講解和行車片段 我們在下一季再見啦 記得三號門啦朋友 拜拜